你每次上Facebook或者看YouTube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当中的广告都好像为你识心准备 就好像知道你最近想要些什么 其实这些广告的背后都涉及大数据分析 专名大数据专家澳大副校长毅明选教授说 大数据的价值不只是企业利润的问题 而是可以预测国家经济 以前经济分析是各省地方说海关报 进口多少出口多少数据送到北京经济研究院 所以我们国家经济走上走下 从收集数据到我预估出来是两三个月以后了 早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所以阿里巴巴我好多年去参观 我最震撼的是很大的电视墙 每个圈是代表的公司 大小是看营业量的变化 所以说微卵这么大 这个IBM多大 一直在看数据的变化 所以当时在008年 经济不是垮了吗那阵阻振 是在1月2月 马云就讲经济出问题 因为它从他们阿里巴巴的 B2B的所有的交易 已经发现能出问题 所有分析的时候收集数据 最后你才知道 它可以线上马上看出数据出来 那些分析尽量出问题 在国际计算机智慧系统领域有重要地位 澳大电脑及资讯科 是讲座教授唐苑言说 澳大以至一些民间机构 都有能力做数据分析 只要政府为研究带来方向和政策便利 将何为社会带来贡献 政府现在应该开始建立一个 至少一个筹碑人小组吧 筹碑小组包括我们澳门大学的 做大数据科研人员 还有就是我们澳门政府的有关部门 还有澳门的银行 资产的这些市集商业运作的部门 他们都有代表参加 就是有需求 我们也有能力 能不能把这些需求活动结合起来 开展已经是有限的 就是规伍不大的大数据科研人员